好,这个马娃台风靠近迎风面的东部花莲展开全面的戒备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30号的下午 会同了县政府建设处与吉安相公所前往荣光抽水站来视察机组的运作的情况 希望能够来提升各单位横向联系的应变能力 中央气象区发布马娃台风海上情报 迎风面的东半部海面在30号出现长浪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会同了华联县政府建设处 吉安相公所一起前往荣光抽水站视察防汛准备情形 要确保机组正常能够发挥防灾功能 因为这边比较低蛙就常常会有淹水的情势 那在102年我们水利署这个九河局这边 就是依照这个一淹水的部分争取到金贿 来盖了这座荣光抽水站之后 那盖完之后因为这个比较是属于地方的一个业务属性 我们交给县府 那县府再拜托 委托给吉安相公所来贷管 我想说整个这样从102年到现在为止 这个盖好之后 目前都没有这个淹水的情势发生 这代表说这样的一个设施作为 对我们地方上的一个淹水的情势 是会非常大的一个帮忙 吉安相长邮淑贞也强调 唯有中央县乡协力才可以守护乡亲的安全 其实在我们102年以后 所有的荣光的一个抽水站完成 也让我们整个吉安的联合排水可以顺畅 当然遇到了面临的风灾雨站来临 我们必须要让所有的抽水机能够顺利运转 同时也要储备10天以上的油品跟油量 来作为一个长期的抗战 甚至于是必须要来执行的 我们的抽水机一秒钟 一粒方公尺的一个抽水量 所以可以让我们很到位的来解决 淹水甚至于水量多的时候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希望平安健康跟及时的应变作为 带来乡亲最圆满的安全生活的一个防护 九合局长王国良表示 除了和县政府及各公所严密合作 也和农委会、林务局、水保局、农粮署 还有铁公路等中央驻地单位保持密切联系 预先做好防台准备 确保辖区内防汛安全 学理会幻视报导